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 V51跟Forge亞洲頻道 今天我很開心 今天我純粹來分享一台車子 我為什麼為了這台車子要拍一個影片呢 因為呢 我上次接觸到它 擁有它的時候是22年前 我在加拿大溫哥華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車 讓我對它這麼有情感 然後今天又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要見到這台車 然後又可以開到它 真的是少之又少的機會 那這台車是什麼呢 這台車就是Toyota Supra 我相信大家對這台車子 一定不陌生 在網路上有看過 那大家最多的印象就是 它在電影Fast & Furious 第一集出現的車子 唐老大車子撞毀了 唐老大叫這位警察 坐一台10秒內 quarter mile的車子 就是這台Supra 那這台Supra 就是因為電影而很出名 我最記得我在1996年的時候 我在開Toyota Supra的時候 我在路上遇到一台保時街 然後那時候是993 Turbo 那當然這個是不好的示範啦 我們當下是在道路 晚上然後我們有做一些 進氣的動作 就擠個紅綠燈 開得還蠻快的 接下來他就開到我旁邊 叫我去 加油站旁邊 說 你這台車是什麼車啊 我說我這台車是Toyota 他說Toyota不可能做這種車啊 我怎麼可能 你這台車這麼快 我說那你覺得Toyota 他說Toyota是做家庭房車的 不會做跑車啊 我說他不相信我 因為我的車子有改了一些包圍 所以Toyota的Logo就不在了 所以我跟他講說 那不然你看我的方向盤 因為我方向盤的安全氣囊上面 有Toyota的Logo 他才說 真的耶 那這台車是什麼 是Toyota Supra 他就印象深刻 那在那個之後 當然我們Faston Fieryus電影就出來了 那這台車在美國 跟加拿大 就越來越有名 越來越多人玩他 甚至有改到 千匹的 就是 其實千匹的 創始組應該是 Toyota Supra 跟Skyline 因為Skyline我們在美國沒有 那就是Toyota Supra 那 後來現在近年代來 大家都知道千匹 怪獸應該就是R35 那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來看 他車子就停到我們隔壁倉庫 然後車主也很 Nice的 Frank 車主叫Frank 很Nice的 給我們 可以讓我們試駕出去拍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魅力在哪裡 走 我真的是車癡啊 看到喜歡的車 真的都會很興奮 登啦 Toyota Supra Mark 4 我上次擁有他是22年前 這次又看到他也感謝我們的車主 可以讓我拍這個影片 紀錄他 因為我真的之前接觸過他 我真的太愛這台車了 但是因為現在 可能也 離我很遙遠 然後讓我又看到他我有點感動 因為我在國外的時候 真的 我賣他的時候 我那台黑色的Supra 我是有流眼淚 我是看他這樣開走 好 話不多說 這台車 到底有多厲害 在1994年 他推出的時候 在美歸 他就已經320匹了 因為我們在美國 沒有280匹的限定 在日本是有的 所以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加拿大 再來是美歸的 他是320匹 渦輪也比日本的大 不只是這個 在97年的時候 美國的雜誌 Car and Driver 到2007年 這台車 他的0到100的速度 跟他的 煞車的距離 7年冠軍 因為他0到100是 比他同兮兮的啦 跟他的這樣的class 0到100 4.6秒 1994年 給你一個idea 當年很famous的 法拉利F40 他0到100 也只不過 4.2秒 快零點幾秒而已 所以Toyota Supra 在當時 真的是一台 很屌的車子 那 其實 開一下引擎蓋 我們在美國呢 我們比較 認識這顆引擎啦 就是前期 Supra的引擎 前期Supra引擎沒有 VVTi 可變角度啦 像VTag一樣的 那 前期沒有可變角度的話 他比較好改 這一台就是前期的 也是我們最熟悉的 之前在溫哥華的時候 渦輪也是 那這一台呢 很感謝車主相信我們 因為他買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然後來我們這邊做了一個健康檢查 把一些有 肉油的地方 油水啊 跟一些其他 陷入的地方 把它修好 然後還有把 因為車子來的時候 比較緊繃 它是外卸式的 卸壓 然後呢 我們把它改成內卸的 就是Waysgate把它內卸啦 不要外排 因為聲音太大聲了 那 這台車子 在當年 他也搭配了 六速手排 那他的六速手排呢 為什麼他這麼有名 因為那時候 Toyota來應該是 不惜成本 他六速手排 是用跟保時捷993 六速手排是一樣的 都是Gate Track的 六速手排 所以這一顆的變速箱 其實是跟保時捷一樣的 那當年代 你只要花一半的錢 甚至不到一半的錢 你就有保時捷 Aston Martin 或是法拉利的 Performance 就可以出去開 所以這台車 當下 在美國 是很有名 當然 他最後 也當了 電影明星 Fast and Furious 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看看 裡面 他整個 座倉的設計 跟他 開起來的感覺 我為什麼那麼喜歡 90年代以前的老車 你看我們身後 其實我自己也有收藏一些老車 因為我覺得 那個年代 每一個 像日系車也好 歐系車也好 他們的品牌的 怎麼說呢 形象 跟他們品牌的 族群 或是他設計的東西 是很 明確的 你可以看到 這一台就是 Toyota設計出來的車子 這一台就是 Honda設計出來的車子 這一台就是保時捷 這一台就是 BMW 這一台就是 賓士 我個人的觀點 現在的車子 其實 你看 其實都很像 大同小異 那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 我覺得啦 以貴人來講 其實是開車樂趣 比較重要 以前的車子 沒有那麼多電子零件 開起來 就是很直接的回饋 然後又是手排 話不多說 我們入駕吧 因為客人 他也讓我們去入駕 真的很感謝Frank 走吧 啊 低沉的直六 我好懷念喔 超興奮的 走了 迫不及待了 走吧 22年後啊 可以再開到這台車 我真的是很興奮 因為這台車 在90年代 真的是在我們 北美啊 美國或加拿大 風雲人物 因為沒有一台 沒有一台車子 可以跟 超跑 抗騰 只有這台車 而且這台車的 改裝潛力實在太大 隨隨便便 600匹700匹800匹 那我之前那台呢 是改到 Gradie的 套件 差不多是在600匹 即使它從300多匹到600匹 你只要周邊加強啊 然後呢 引擎支援廠 都沒有問題耶 當然有人也是 Push到800匹啦 也是很簡單的 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說當年啊 喜拿開的F1 也只不過 710匹而已 Supra 隨隨便便都可以 800匹 所以我們那時候開這台車 在路上 其實一些 比較快的超跑 看到這台車 他們其實是有一點壓力 跟懼怕 對啊 今天可以開這個 你也看它的駕倉 是很戰鬥機的 都是以 Driver focus 就是 以開車人為主的 對啊 我覺得很可惜啊 因為法令的關係 現在 2020的法令的關係 跟一些法令的關係 讓 車子的製造業 沒有辦法 再做出 他們想要做的車子 因為法令的關係 當然也有市場需求啊 Supra雖然很有名 但是它在北美呢 1997年 就退出了 北美市場 因為也賣得不是很好 但是 像我們這種愛車的人呢 有這種車子呢 其實是很幸運的 因為現在真的已經找不到 也沒辦法再做了 因為油耗的關係 什麼 你看 最新的Focus RS 福特 很像也宣佈停產了 因為油耗沒辦法過 對啊 啊 手拍 精確度 聽聽那個六缸的聲音 3000cc 真的 開這種車 不知道你聽得到引擎聲嗎 我覺得這個就是音樂 我每次開到這種車 我都不會開音樂 當然呢 現在的車 當然講究很快 現在的車子都沒有什麼Lag 然後呢 也很好駕馭 但是以前的車子呢 像90年代的這些 比較高性的車子 每一台都有每一個個性 跟台語共怪派啦 你要真的是知道它 要去適應它 要去認識它 你才會開得好 Supra也是一樣 因為它後驅 320匹 隨便改來600匹 其實 動不動 就會失控了 還蠻危險的 就很像說 之前呢 Nomborghini 在Contash跟Diablo時代 它覺得內台車根本就是 你如果不會開內台車 等於是自殺 可是我覺得 Top Gear也有講過啦 你是要好開 還是你想要去駕馭 然後把它駕馭得很好的 一台很好玩的車子 我選擇的是 有個性的車子 我比較喜歡 所以呢 我比較喜歡 90年代的車子 那我們等一下前面呢 有直線呢 我們就小吹一下 畢竟還是客人的車子 讓大家聽聽它的引擎浪聲 然後渦輪開啟的聲音 然後等待渦輪開啟的時候 我覺得 開這種車就是一種期待 對啊 不像現在 不要說 當然車子現在不是不好啦 但是它很快 很讓你 簡單的就達到那個速度 很簡單的就可以轉換 以前的車子其實 你要去摸索 這台車子 怎麼樣開得好 那當你把它摸索成功 把這台車開得很好的時候 你就會很有成就感 裡面 想說 嘿嘿嘿 噢我哈 這是任何我這段話 這是任何我這段話 File 看喬 收音 現在車 然後你又要換檔 又要看那個腎上線速都起來了 You know 我覺得開車可以開到 就是你開車 然後這台車可以讓你有一個很開心的心情 然後永遠的你有一個笑點在你的臉上 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什麼車你現在開起來 還是你因為我覺得不要吐槽我 也不要攻擊我 這個人觀點好嗎 我想要share就是說為什麼要在拍 我覺得現在的車子開起來 有點無聊 隨隨便便都很快 隨隨便便都可以操控 我覺得那個太多的電子輔助的東西介入 把你的開車的樂趣拿奪走的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在比賽 你需要單圈成績很重 單圈成績或比賽成績很重要的時候 當然這些輔助系統是必須的 可是我們不是每天在比賽啊 我們開車就是為了要去享受這台車子的性能 這台車子的個性 所以我覺得把它全部都 剁掉了 然後都是電子輔助 我覺得開車就變得很無聊 隨隨便便就200 隨隨便便就是 對啊 你也不需要擔心什麼事情 但是這種車 你就要什麼都要靠自己 所以呢 它就很有樂趣 退檔了 走 Wayskate的聲音 然後 所有整個 就讓你頭皮會發麻 我啦 我頭皮會發麻 因為真的是 你去控制這一台車子這樣子 對啊 真的是很好玩 Woohoo Oh man 當然這些聲音也好 整個所有的觸感神經給你 真的是一次到位 但是 我要講什麼 我現在已經 因為我真的是 身上限速都起來 我都不知道我現在要講什麼 我只是想說 我是在台海這台車裡 我真希望 各大車廠還可以再做出 類似像這樣子的 不要顧慮油耗 不要顧慮 很多東西 就是 做一台 Driver's car You know 就是Driver's car 我以前很喜歡BMW 但是我覺得 最近BMW 一樣 也是 有一點 它的M Power 我個人觀點 有一點Loss 它M Power的 M Power的 的習性了啦 所以 希望這一集呢 就是 短短介紹 我心目中 很喜歡的一台車子 也感謝車子Frank 讓我呢 可以駕慮到這台車子 你看看這台車子真的是 希望剛剛麥克風 有收到 引擎聲 威斯卡的聲音 跟所有換檔的有沒有感覺 你可以從影片看得出來 我的臉一直在笑 所以呢 我覺得 Come on man I love Toyota Supra Man Bye Bye мы 之前 我火咪 我火咪 他頒